哈囉 大家早安 我們今天來到的早上6點20分 到我們的氣象時間囉 那可以看到目前台北市外頭 天氣真的是相當的好 已經放晴了 那今天基本上全台的水氣 還是比較偏少一些的 今天是4月21號星期三 那目前台北市外頭 已經來到了22.3度 今天降雨機率10% 還是有可能會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但是基本上整體來說 水氣都是相當的少 我們先看到衛星雲圖來關心一下 其實今天開始 東北季風是減弱了 所以各地的氣溫會慢慢的回升 但是清晨的時候還是要提醒大家 全台各地大概在19到23度 所以還是比較涼一些 所以要提醒早住晚貴的觀眾朋友 還是加一件博外套之後再出門 但是白天的時候 這幾天真的是可以穿短袖了 那東半部地區的高溫26到27度 但是我們看到 西半部地區的高溫 29到32度 真的是夏天的感覺 所以真的是可以把短袖拿出來穿了 但是我們要來提醒大家 有沒有看到這個颱風 這個颱風也多大顆 但是其實 它已經減弱為一個中度颱風了 從今天晚上開始 它就會離我們台灣越來越接近 所以就會開始影響到了 所以要提醒大家 到時候東半部地區 還有巴士海峽這邊 其實都會吹起強風 都會有這樣12級的強震風出現 而且會有長浪 所以要提醒海上最愛的觀眾朋友 真的是要多加留意 再來我們就來關心一下 這個颱風 舒立基 它現在是已經減弱 為中度颱風 但是強度依然是很強 所以真的是要注意 它這幾天已經肆虐了菲律賓 目前它的速度 又是稍微的轉慢了 現在會以 每小時9公里的速度 是朝著西北要轉北北溪 所以它要開始來轉彎了 預計今天晚上到明天 會是它影響台灣最劇烈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只有東半部地區 會有一些影響 會下一些局部短暫震 甚至是一些局部大雨 但是基本上 其他的縣市 都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 我們就來看到 定量降水預報圖 來關心一下 今天水氣是相當的少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基本上 各地都是勤到多雲的 其實只有東半部地區 會有一些局部短暫震 還有就是中午過後的時候 因為熱對流 所以中南部的山區 會稍微的 下一些零星的降雨 但是整體來說水氣很少 但是到了晚上的時候 可以看到 東半部地區開始下起雨來了 它最主要就是受到 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所以要提醒 東半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如果今天 您會比較晚回家的話 出門的時候 要記得攜帶雨之後 因為晚上開始 東半部地區就會下雨了 再來我們看到空氣品質圖 還是要請大家 今天空氣品質相當的不好 因為今天是吹著東風 所以基本上 只有東半部地區的 空氣品質是良好 但是看到整個被風刺 從竹苗以南 空氣品質都是相當的不好 中部又是再度的亮起了 紅色提醒 另外就是竹苗 雲家南還有高屏地區 是亮起了橘色提醒 所以還是要提醒觀眾朋友 正是因為在被風測 所以擴散條件不好 污染物就是容易累積在屏地這邊 所以要提醒竹苗以南的 所有觀眾朋友 今天外出的時候 記得戴上口罩再出門 接著我們看到天氣走勢圖 來關心一下 今天東北季風減弱了 所以各地的氣溫 會慢慢的回升 可以看到西半部地區 就已經來到32度了 但是從今天晚上開始 颱風就接近了 所以其實東半部地區 還有北部的山區 都會開始下起局部短暫震雨 另外就是這幾天中午過後 中南部的山區 會開始下一些雷震雨 到了禮拜天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颱風 已經遠離我們了 但是東北季風增強了 而且颱風帶進的就是華南水氣 所以到時候 東北季風的影響 北部還有東半部地區會下雨 那華南水氣 如果真的順利的 移到我們台灣上空的話 中南部的平地 就也有可能會下起雨來了 所以真的是好好的期盼 颱風可以來幫助我們 最後關鍵字要來提醒大家 今天就是各地早晚的時候 天氣還是比較涼 低溫就是19到23度 所以還是要特別注意 另外就是晚上開始 東半部還有北部的山區 會陸陸續續的 開始下起雨來了 那就是要提醒呢 颱風要接近了 所以東部還有呢 恆春半島以及巴士海峽 都會有長浪 而且會有強震風 海上隊的觀眾朋友 一定要多加留意 那最後就是提醒 今天西半部地區 空氣品質依然是不太好 外出要記得戴上口罩 以上這對節氣象資訊 讓您出門上班上課 穿衣服有參考 訂閱 請來不及格文返 追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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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